我就是这样 我认为年轻人应该是给压力的 别像某些栏目的时候 我把一个年轻人给轰出去 然后他外边就哭了 还拿哭当礼 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被那些老艺术家们猜的 骂的 体无完补 他得有承受能力 尤其演员是很脆弱的 你得增强你的承受能力 你才不断地能有自信 这事我都不知道一开始 后来他们吵嘛 你看这事到底是对错 因为我们是在排练厅 他就一个排练厅 临上场 不是他四五个排练厅 可能那个排练厅让他休息过 他认为那个就是他的休息室 呼噜呼噜呼 多进了几个人 我说你们干嘛的呀 我们就排练了 就这么简单的事 就这么一下 其实生活没有冲突 太小的 他们就出去了 他们觉得很突然的 就被轰出去了 然后外边就哭了 演员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很无辜 因为有的时候演员不了解 所有人他会发生很多很多的 那个误会 明白明白 你在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进入剧组 你会遭遇各种不同的世界 演员一定要抗击打能力 所以上次李雨春 我为什么肯定他 明智的作品不行 对 自己也觉得没意思 是 上不上 不上不上开天窗 当时真的差点 他就是要开天窗了 他的经纪团队跟我们 已经开天窗了 挺可爱的我觉得 就是一个演员必须质朴 李雨春身上起码看到了质朴 嗯